五都的每一個市的GDP 目前是有困難的 因為我們這個 就是說台灣也不大 每一個縣市像我們這個 四通八達現在很多的 這個 統計調查我們沒有辦法 做到暗地 那各個縣市去做 暗黏啊 對我們就是 全部的全國的 只做全國性的 五都做不出來 我們GDP沒有辦法這樣個別去算 欸 我不得不說一聲齁 你知道杭州市每一年都公佈它的GDP 你知道嗎 那當然還有一種就是說 蘇州市也有 還有就是說那個做法 因為一次是用推估的 就是說 看看是採哪一種方式 重點不在採哪一種方式 你要用最專業找到一個比較 能夠接受的方式 我們這一點怎麼會輸給中國大陸 這是很丟臉的事欸 為什麼我們要特別提呢 如果你不對每一個市 像蘇州、杭州這種比較大的 他們定期公佈他們市的GDP 的話 那每一個市長沒什麼責任啊 他只要伸手要錢就好啊 談的就說我錢從哪裡來 從中央來 你要先想想說 我到底管轄的範圍裡面 我到底能夠有多少GDP產生嗎 那你主機出售算不出來 那你可以找各五都的 未來的也有主機單位啊 都做不出來 那做不出來 我們還要好 我們這樣臉哪有意思去跟人家 啊還是什麼ECFA 我沒有要求各縣市 我沒有要求各縣市 我只要求五都 做不出來 對各縣市的 你要不要像剛才部長講 我們找專家學者研究一下 如果你找不到專家學者研究一下 我這個辦專家我做給你看 這有什麼難的咧 我問部長 那個 五都未來啊 他都要有創稅能力 大陸上大都市都有創稅能力 就是說我這個地區 我一年有能力繳多少稅 不管是中央稅地方稅 我有這個地區我能夠算出來 我有能力繳多少稅 我們五都能不能算得出來 可以啊 這個基本上就我們的財政統計 我們每個縣市 他的低價稅房屋稅營業額 或是營業勢力的加速 都有些基本的統計 那這個當然做一個趨勢性的比較 就可以了解他的成長的狀況 以下變化的情形 所以五都的創 我現在講的是 在這個區塊裡面所收的 不管中央稅地方稅 全部都算得出來 是 所以我們就能夠評估 未來五都市長 他到底 從他所管轄的能力裡面 這個地方能夠產生多少稅收 這個可以 我講個數字 就目前我們了解的資料 每年都有做統計 23個縣市裡面有15個縣市 他所收的地方稅 國稅通通加起來 還不夠他的稅出 沒有關係嘛 平均各縣市財務 本來就中央政府應該做的事嘛 對不對 像洛杉磯比較有錢 抽一點 補那個比較窮的 對不對 這是沒有錯 可是我們就要告訴他 我們就要告訴他說 你這裡產生多少 要不然他當中沒看到啊 永遠貪得無厭啊 只伸手要錢啊 你給他少了他就說你不重視我們啊 有啦這些數字都有給他們 他們也都知道啦 不是我現在不是 要正式公佈 有人說要求你 說要公佈全國債務中喔 以後你就每個月跟他公佈 你這個地方 到底收了多少稅 你要了多少錢 稅少 要的錢多 就要謝謝人家其他 稅多的地方耶 我剛才就講一個數字啊 不能什麼啊 不能說要別人的稅收的多 錢拿的少 然後把多餘的稅來補給你 你還理直氣壯 哇 說給我太少 也不能這樣啊 太可憐了 對不對 伸手要錢的 反而比那個什麼 伸手給錢的還要兇 那都不對了嘛 所以我剛才已經講了 以台北市利益 他各種稅價大概六千億 但是透過財政收支劃分法 分配給他只有一千億啊 剩下五千億就交給中央去 這個分配給各個地方政府 人家還不謝謝台北市啊 還說你這個 種北青南啊 對不對 種種怕蛇 青鄉村啊 你啊 要掛肉侯家說什麼 所以要很客觀的 來了解這些書 但我們都講了 不是啊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求啊 每個五都門口 都市政府門口都要掛 我今年收多少稅 我今年花了多少錢 其他的稅是從哪一個地方 撥給你的 他講清楚啊 後面還有什麼 謝謝台北市 那才對嘛 沒有啦 有相關縣市 大概有幾個縣市 他的收入也大於他的支出 應該的啦 應該的啦 應該要有錢的 收稅的地方 補那收稅少的地方 這絕對是天經地義的 但是不能說 不能說 拿了人家的錢 又不感謝還到過來 罵人家 就不公平了嘛 我現在爭論焦點 是在這裡啊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觀念 所以創稅能也能夠算得出來 我現在創稅的基礎 就是GDP嘛 為什麼GDP算不出來 那到時候我們去吹牛說 我們台灣比大陸進步 我們這個勞累往哪邊去擺啊 這個當然我們就 那個 你稅算得出來 可是主計數都要GDP算不出來啊 因為我們GDP的定義比較嚴謹 因為是最終消費財的總價嘛 但是中間的過程 如果再去做一些調整 報告部長 為了這個事情 我還特別去把上海市跟 杭州市GDP的算法拿出來看 人家逼我們嚴謹啦 為什麼 因為那個升官考核的依據啦 他們盯得很緊啊 小鄉小市他們不會去管這麼緊啊 那個大的都管得很緊啊 那你告訴我說我們台灣很複雜 我不相信我們台灣會比杭州複雜 我不相信 你說台南市比杭州複雜嗎 我不相信 東莞市兩千多萬人口 會比我們台北市不複雜嗎 不是這樣子啊 應該好好規劃一下好不好 醜襲總要見公婆的嘛 未來你要怎麼管五都啊 以後五都市長站起來 在中央大聲喊 你一點理論基礎都沒有 一點論述基礎都沒有啊 就攤開帳目給他看 你五都的一個市裡面GDP才生產多少 你市長不負責嗎 市長只會要錢嗎 你市長自治團體不是一個產生什麼 經濟發展的動力嗎 每一個市都要做個經濟發展的心臟 就把周圍的縣市給帶起來 這才是對的嘛 所以你沒有GDP的統計數字 以後別講啊 你沒有數字啊 人家那個每一個市的市長都倒背如流 我的GDP裡面 服務業含量多少 製造業含量多少 什麼行業含量多少 講得一清二楚 到時候我們台灣的不是耶 雙手一攤 我們的經濟結構比較差啦 經濟結構沒有我的事啊 我只要管選票就好啦 我們是在墮落 那你不給數據 你就是墮落的共犯 拜託你們好不好 有啦這個稅收的部分我們都會有 稅收的部分 是謝謝